那下一步我看 家主任 咱们继续给大家设置障碍 设置难题 我们刚才测试了那么多内容 现在我觉得需要动一动嘴皮子了 是要群口相声吗 我们这人管不 不是相声 但是这个也不亚语相声 那这个游戏怎么玩呢 家主任 小婷啊 你就给大家先开个头吧 又到我了 我给你吹一个字 你就展开一下 看能够组合多少个单词 行吗 那今天咱们主要谈健康 以健字为开头 以健字为开头 你说几个词 健 健康 健美 健硕 健步 健想 健 想不出来了 不做不做不做 能想了 我跟你说 我这汗都出来了 真的太难了 我们要讲几个呀 那么严格来说呢 说七个词就可以了 但是必须要保证时间 一分钟之内 好 接下来就交给小丁吧 好 王老师 王老师 王老师我看您先来吧 好不好 我挺多说俩 来 对 好 拿住了 好 给大家展示一下 客 以客字为开头 然后呢 比如说 说一分钟之内要超过七个 客人 客家 没了 这客字就是这俩 客机 三个 客机 客车 客人 是吧 说过了 说过了 客机 说过了 客车 也说过了 这不一共七个了吧 没有 才三个 才三 就这样了吧 还有谁啊 您就放弃了是吗 撒 不是我放弃了 咱们再来捋一遍 没有了 客什么 客机 客车 客车 客人还有 客人撒了 客气 客气 客气应该算 对 四个 四个 五 四 三 二 一 二 二 二 好 王老师 放弃了 回答 但是王老师不错 您说的是四个 大家给一掌声鼓励一下 好 接下来张老师 真的不太容易 来 好吧 您抽一个 好吧 哦 这个好 发 倒计时 开始 发现 发声 发财 发 发 发发 发服 发服 发 发 发打 发言 对 发言 发 发 发芽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观众 再发 发 发 发什么 二 一 时间到 发懵 发懵是吗 王老师 对 我现在很发懵 发呆 无效 无效 所以 张老师说了五个 对不对 有效的是五个 我给你统计好了 好 两位老师 来 您先来 在这 你选 好 倒计时 开始 我们来看 开字 开始 开天批地 开源节流 开开心心 开发 开车 开心 还差一个 就及格了 开发 开启 开启 有效 二 一 七个 七个 好的 最后一个 就是您的了 好了 给大家看一下 光 倒计时 光线 光芒 光辉 可以啊刘老师 阳光 开头 光开头 光源 光头 还有 光亮 光线 光线说过了 还差两 十秒钟 倒计时 光线 四 三 光明 二 一 好 时间到 所以刚才是 五个 好的 这个确实是挺难的 所以大家都比我强 我应该是 蹦出了四个词 大家这个都是五个的 还有七个的是吧 所以刚才这个游戏 考验的是我们哪方面的能力 这个游戏主要考验的是我们的语言功能 语言功能 对 实际上语言功能 刚才我没给大家细说 其实在 RSM症和 人质下降的 这个患者当中 语言功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那贾老师 您这么一说的话 我觉得我好灰心 因为我确实是语言工作者 然后我第一次测试 我就没及格 确实这个 没事 这个落差有点大 别灰心 别灰心 咱们再练 再练 这个语言功能包括听说读写 你比如说能听懂别人说的什么 能够表达自己的意思 说 读 能够读书 能够看懂 写是写文章 能够写出来一个能够表达自己意思的文章 那么 其中有一个功能就是词汇的功能 今天大家主要是考察的是 有这个字开头 你看你能不能联想起 其他能够和它组合的 一些词语 那么我们经常说 老年痴呆症当中 有一些用词不是那么太准确 或者找词困难 用词贫乏单一 反复地去叙述某一个意思的 这个词子里总是用这个单一的词 所以这个考察的是这样一个 词语和语言的功能 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出现哪些状况呢 见到一个钥匙 说不出来是钥匙 但是它知道是开门的 我们一般地来说 这是反映的是命名性的诗语 或者命名性的功能障碍 我记得我看一部电视剧 也是讲的老人可能有老年痴呆症 他看报纸的时候 那个报纸都拿到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报纸拿到了以后 一个是阅读产生障碍 一个是视空间定位功能产生障碍 两个方面都加在一起 第一看不懂是什么内容 第二他不知道上下这个位置 所以就把报纸拿到了 这个也反映的是 这么几个功能方面的障碍 那我们问问田老师 您父亲在生活当中 有没有这种状况出现呢 对 他那个 他本身就是话不多 然后我记得特别印象深刻的 就是因为我当时是在北京 他是在老家 然后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我说爸 你干嘛去了 他就会跟我说 我跟那个谁去了那个哪 后来我当时 我说爸 你说笑话呢 或者说相声呢 我说等于这句话 什么都没说呀 就是不能告诉我 那个熟人是谁 然后去的那个地名是哪里 可能他记得 但是他就是不知道 说不出来了 说不出来了 然后还有好多的那个 就是有一些名词 他就是比如说什么 股票 基金这些的 他其实因为他都在做这些 以前都 然后他说不出来 然后他就都说 比如说都拿银行 他只记得银行这个词 他就说是银行 银行 然后去代替 跟这些相关的这个词语 就是这样 那刘老师的家人呢 有没有类似的状况出现 我妈妈到后期的时候 她就不怎么说话 她只是眼睛傻傻地看着你 就是那种光可以说 不像咱们一般的 就这样咱俩对视 他会那种光 就是直哼哼地 会瞅着你 在说话 然后他就会笑 他就会乐 他就意思说 你们在说话 他就会乐 你不知道他乐的是什么 你就会说你说你笑什么呢 但只是他就不说话了 对 他就不说话 他就会傻傻地瞅着你 说到这里 真的是很心酸 因为我们确实是 那个不太知道 所以说他那个时候 我们就觉得 就是怎么了 就怎么了 就老师问 也帮不到你 也不知道 到底哪些地方出了问题 是 确实这个状况严重到 我们根本无法想象 可能语言能力基本丧失了 是 是 是 所以的确 我们要在生活当中 捕捉到这些信息 及早地发现 及早地来控制 对 尤其是对自己的家人 年轻人一般不注意 自己家老人 这种微妙的变化 尤其是现在 他们住 一般不在一起住 跟以前那个四合院不一样了 现在都在 自己住一个单元 或者是他父母在另一个单元 他们只是打电话问一问 非常一些简单的含鲜语 这个最近有什么问题没有 这还算近的了 还有是分隔在两座城市的 对 他们观察不到 他们亲人和他的父母 这些威胁的变化 我们需要观察 他们这些威胁的变化 来早期地发现 他们一些征兆 所以还是要 对父母 对老人 对我们爱的家人 要多多地去呵护 多多地来陪伴 常回家看看 那么刚才我们做到的这些测试 您觉得 今天我们现场的四位嘉宾老师 他们的状况怎么样 他们的状况应该来说 今天咱们规定七个词 只有一位 对 只有一位达标了 其他的三位嘉宾 还有待提高 还有待提高 所以我们要来看一看 最后贾主任您给出的 评判结果了 请亮灯 张老师 王老师 刘老师 对对 刀亮灯了 张老师 王老师是一一盏 这个刘老师是两盏灯 那么一盏灯稍微注意点 两盏灯要更加注意一些 下一步咱们还是应该 一个是进行 语字方面的扩展和训练 再一个必要的是 可以做进一步的 全面的检查看一看 嗯